新剧火机办大事正在热播中 这天马德忠 陈寅 杨卓纳 魏志豪 叶凯英等齐齐未聚集造势 日前有一场Genie包着毛巾查案的戏份 因为太性感 拍摄时遇到不愉快的事 还差点要报警处理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扶责人 那他就拍摄的时候就不停地拍照 然后我们就停了一下 然后跟他说好像不太好 因为第一我们的剧还没有播 那就不容许他这样拍 第二就是因为我只是穿了一条毛巾 然后我们就要求他把那些照片delete 可是他不肯 然后我那天很不开心 然后立刻打电话给马逊 马逊有人欺负我 为什么你今天不在场 很惨 有没有安慰他的时候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但是内心有两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当然很不开心 有些同事碰到一个喜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其实挺温暖的 因为他有些特别的喜庆 他马上想到我能救他 难得有机会和马神合作 Genie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还说从拍档身上获益良多 过往可能我的男朋友会比我更幼稚 所以有很多细微还有那些内心的戏 就是我没有那么复杂 还没有发展得那么好 那这一套曲跟马神就学会了很多 所以我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会 然后跟我说你这一套曲很不一样 成熟了很多 那真的是因为马神 你也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忧源 我非常喜欢跟他这样的演员合作 因为为什么 他非常聪明 要款业很快 俏皮 对啊 就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他自己兔头的反应 然后很不一般的东西 能给我们很多新鲜感的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戏里面 有些火花非常重要 Michael在剧中除了可以发挥铁骑士专长 饰演交通景之外 他还会和叶凯英再续前缘 之前是在经销大厦里面 她是我老婆嘛 但是我放弃了她 你不能到你放弃了我了 我不应该夹在你们中间 但是当时你是疯了 你是疯了 所以我疯气了 我不是疯 我是比你逼疯了 不是给我 我是正常的 不是给我 精神可开心吧 你可以追我 对啊 其实我很少追女生的 所以这一次我可以追她 很开心的 真的我追她的时候 我回想 以前我追女生的时候的感觉 是很开心 很青春的 杨倩阳和罗子义的女儿小珍珠早前一岁生日 爸爸妈妈为她办了一个party 作为姨妈的哲娜当然也有出席 不过她就说小珍珠很怕生 一抱就哭 她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这一年因为疫情 很多小朋友就是出生 好像没有见过世界一样 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这一直有点可惜 但是我见她的机会真的比较少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她见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很陌生 她不太懂得姨妈是什么感觉 然后她平时看到我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戴着抹衫 就所以她没有记住我的样子 所以她来到家 我要跟她合照 我要抱抱她 我从她爸爸手里拼命抢过来的时候 她就 就这样子 我觉得是很正常 但是就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多点见面